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1993年 当时还是日本皇太子的后官 订购了一辆红色的拉斯莱斯 Gornish 14 不久之后 李晨平便向英国拉斯莱斯公司 订购了魏诺区 另一辆纯手工打造的拉斯莱斯 由25名工人 历时8个月完工 这在当时 也是国内第一辆拉斯莱斯 厂红好车 公共一时 此外李先生还拥有一辆 紫红色的银刺三 加车房车 车身长度达到7米 并且配备有费能器电视 冰箱得到 小夏富的天鹅绒地坦 已实有百力加工的 还有由高级新油皮 手工缝制的沙发 处处透露出吃坏质感 据说李晨平先生 当时还顾有发个司机 定时给豪车擦车上蜡 有人就心生疑问 为什么李晨平 费勒起 在上世的90年代 就可以挣到那么多钱呢 李晨平曾经当过兵 退伍之后 进了本领上班 28岁的时候就育育 出狱之后 遇见了他自己 38岁的好莱坞隐星 至于身为这个隐星是谁 已经无从考究 但的确是李先生的福星 后来李晨平就被女星 以儿子加情人的身份 带去了美国 后来李先生 合法地继承了 妻子的巨额财产 据说当时李先生 大概有70个月的资产 目前对于专品 生活依然很奢华 据说光保姆就有十几个 活得像个皇帝 不过现在李先生 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家人和工作人员 为了干财产 也是冲突不断 原来有钱人 也是难免的烦恼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